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领来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0月3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中国的疫情 看看中国疫情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首先我们要看几个涉疫案情 就是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的几个案例 首先看第一个 9月30日丰台区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该人朱某某男47岁货车司机 于9月28日晚进京送货 在明知自己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室的情况下 未落实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疫情防控要求 在货主王某某男42岁及翁某男43岁林某某男37岁的协助下 通过藏匿于驾驶室后排 有林某某代驾的方式违规进入新发地市场 朱某某随后出入市场内的饭店 便利店等场所 相关饭店经营者孙某 便利店店主胡某某女35岁 不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 导致多名与朱某某同时空关联人员密接隔离 此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王某某 秦某某为严格履行疫情防控责任影响市场防控工作 朱某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造成疫情重大传播风险 目前丰台公安分局以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 对上述8人依法刑事立案调查 8个人被刑事立案调查 不是说那种行政处罚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就因为一个司机违反了这个相关的防控规定 然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货主还有菜市场的管理人员 还有这个里面一个餐厅的一个经营户夫妻俩 一共8个人刑事责任 具体的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这个还不清楚 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 这个货车司机进北京 我脑补了一下 因为我也从外地进北京开车 过检察站 这个过程我是清楚的 大货车司机啊 他一般都是跑长途 可能货在哪 他就往哪跑 指不定跑到什么地方 这个很难说 这个新发地菜市场的菜啊 大部分都可能跟山东有关系 从山东收光啊 围方啊什么地方拉过来的 可能全国都有 他主要是山东多 那么山东也闹疫情呢 北京市有一个规定啊 就是你外地你那个七天之内只要有一例阳性 那么你就不能进北京 这一规定啊 这就导致很多大货车司机肯定进不了北京 因为山东 围方啊或者是什么 那寄宁啊那地方疫情还没结束呢 有的地方还很严重 就寄宁到应该四十多天 还有这就造成很多司机啊 他根本进不了北京 到了检察站 他就会让你原路返回 在高速公路上是可以做到的啊 在检察站呢 原路返回 连人带货带车 即便啊让你进北京 那你也得隔离七天 那对大货车司机来说啊 无论是原路返回 还是进北京隔离七天 那这个都是损失惨重啊 隔离也没人给他发工资 说不定还是自费隔离 然后这七天又耽误了 大货车司机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啊 很多大货车司机 那个车都是贷款买的 每个月还贷款的 一个月就是三十天 很多大货车司机 恨不得三十天都不休息来赚钱呢 你歇一天 那你就少一天的钱 又没人给他发工资 和换隔离还有花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大货车司机啊 停而走险 有人是专门跑 从山东到北京新发地的 专门拉菜的司机 你这疫情一防控 直接导致他的业务 就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个司机朱某某啊 我猜测啊 他应该是把车开到了检查站附近 因为检查站 要三四个小时才能通过啊 排长队 那么这个货主啊 或者是货车司机 不是林某某吗 还是温某吗 估计是开着车到检查站 因为他从北京出发的 他也不是出北京 到了检查站 然后他人走过去 上大货车 把大货车司机啊 换下来 大货车司机就藏在大货车里面 藏匿起来 然后由这个北京 去的这些货主 或者是货车的车主 替这个司机啊 把车开进北京 那这个北京去的这些货主 或者是车主啊 他的建开马 他的行程肯定没任何问题啊 他就没出北京 他就没有什么中高风险 什么旅居室什么之类的 那就这样进了北京 进了北京之后呢 到新发地 到了新发地 这个司机把菜 对吧 把它卸掉 然后就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不巧的是什么呢 不巧的是 他是严性患者 被测出来严性了 所以这个事就暴露了 他还明知 有这个中高风险的旅居室 所以这个案子就发了 所以啊 从他查起 这一条线上 所有的人都要倒霉 包括两个开饭店的 那么这样案例 是个例吗 我想不可能的 新发地的大货车司机那么多 跟他情况是一样的人太多了 都是从山东往北京拉菜 谁也受不了 说在北京隔离七天或者隔离三天 谁也受不了说到了北京 然后连人带车菜要拉回去 这个损失太大了 你说一车菜从山东拉到北京 然后你的连人带车掉头回山东 这个菜估计差不多就烂了 经不起折腾呢 哪个货车司机 哪个货主 那经得起这么大的这个打击 所以他们都是变相的 通过这种办法进北京 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犯事 就是没有查出阳性没有感染 这个姓朱的不巧他感染了 就这个区别 所以把它查到了 所以第一条线上 全部按刑事责任对待 另外一个就是开饭店的 这个开饭店的太冤了 咱们的视频里面多次讲 这个小餐馆的经营者 非常不容易 这个北京市要求什么四方责任 要负其主体责任 你开饭店的你的负责任 所以你的要求 所有到这店里的人要扫码 要测温一大堆的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啊 一般的小饭店就两个人 夫妻俩 甚至有的店可能就一个人 多的就三个人 一个是负责后厨 一个是负责招呼客人 负责买单 负责点菜 传菜 就这么两三个人 你说他要搞一个人 专门在门口去给人扫码测温 这不现实啊 这小饭店他赚不了多少钱呢 他安排一个人在那 一个月五千块钱 那这小饭店基本上就要花 本来疫情期间生意就不好 他相当于还多加一个人 这个没有人能坚持下去 就是小饭店啊 你如果说有一定规模的饭店 这个里面有四五十张桌子 那这种饭店 你说在专门找一个人啊 你就负责在这给我扫码测温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专职的 疫情防控的人员 这种小餐馆根本做不到 做不到就导致什么 导致就是这个老板 或者这个本来他是负责 接待客人 就是端个菜啊 传个菜啊 干这事了 现在他也得兼职啊 扫码测温 你说他在这个小饭店里面 端菜去这个给人点菜 他哪能兼顾到这个门口 有人进来啊 有没有扫码测温 根本没办法兼顾 因为这个我有切身例子啊 我在通州 这个通州的那个小饭馆啊 就我说的这种啊 门口都贴着 都有扫码测温 还有这个 然后那个场所码 然后他也有那个测温仪 全凭自觉 老板根本就没办法管 有的时候老板在门口啊 他不忙 正好站在门口 有人来了 他就会说一句 扫码测温 你这拿着手机来扫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可能那边喊 老板给我来个菜 或者什么 他就走了 然后你这个就随便进去了 没人管 没有办法认真 但是呢 没人查 也没人管 因为他知道管不了 你没有办法要求这些小店 真正的落实这个防控 你又不给人补贴 这些小餐馆都勉强的狗活 离关门啊 就差一步 那新发地的这个小餐馆 就盖头倒霉 正好就碰见一个阳性进去了 这个可不是发款的事啊 这还行事责任呢 你说开个小饭店 还被人这么大一责任 包括货车司机 我认为都有通勤的部分 都是底层人啊 讨生活不容易啊 这些大货车司机 人家都是按天算钱的 今天没钱 那这个月 他这个现金流就有问题 他们都是非常紧张的 有多少钱用来还这个车贷 有多少钱用于生活 有多少钱用于给孩子 上学 有多少钱用于这个 赡养父母 有多少钱用于还帆贷 对吧 说不定这个司机 可能他在县城里面 还买了房 或者是他的现金流 崩得很紧的 结果女儿上有个三天或者五天 没有业务 没有收入 那他这个月肯定就缺钱了 那家里有积蓄的还好一点 家里没积蓄的呢 周转的周转不开 开小餐馆的更不容易啊 疫情防控 你只能要求别人 但是没给人任何的补助 帮助 只有一味的责任 这个我觉得值得善缺啊 你像国外对吧 咱们说个多少回 人家疫情防控 人家遇到疫情了 就开始发钱了 每个人都发钱 那咱们不仅不发钱 而且还在你承担疫情防控的责任 你得掏钱 掏出资源 现在这不就是付钱吗 你搞一个人在那门口站着 扫码策 这不是额外的一个成本吗 把这疫情防控啊 成本转嫁到这些小经营户身上 转嫁到这些货车司机身上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看啊 现在执法就是这样的 他也知道 下面都是这么做 他也不管 但是呢 所有人就是等着 就老天保佑啊 你别出事 你只要一出事 你就倒霉 你就烧香 最好这儿没有阳性 有一例阳性 山山下下都倒霉 你看 连那个新发地菜市场的管理人员 两个也是刑事责任 我们再看啊 上海 大家看这图片啊 警情通报 警方查获一起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 二名涉案人员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证查 警察 9月27日刘某宁 男39岁 陈某女39岁 夫妇 在明知刘某宁有不适症状 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情况下 多次出入公众场所 并委托同事 戴某宇和戴的女友 潘某某 带做核酸检测 后刘某宁 陈某被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造成疫情传播 目前 上述人员 均已落实隔离管控措施 警方已涉嫌妨碍 传染病防治罪 对刘某宁 陈某刑事立案证查 对戴某宇 潘某安的违法行为 将在二人隔离结束后 予以行政处罚 你看啊 这个刘某宁和陈某 这是夫妻俩 相当于让这个戴某宇 潘某安 这两个情侣 替他们做核酸 结果也是这个不巧啊 刘某宁 是新冠病毒携带者 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个事情就败露了 刘某宁夫妇 刑事责任 戴某宇 潘某安 这个情侣啊 是行政处罚 这个刘某宁啊 这里要介绍一下 他是声望洪源证券的研究所的所长 本人又是这个2015年至2021年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 电力煤气及水等公用事业第一名 他媳妇也是声望洪源证券的分析师 这个家庭可以叫金领家庭啊 这个不过分吧 券山的分析师 而且他本身就是金牌分析师啊 夫妻俩俩收入 具体多少咱不知道 但是咱们脑补一下 因为券上的收入 咱们是大概其知道一个 反正就是高 两人一年啊 这四五百万应该问题不大 前一阵子中金公司的那个员工啊 就普通员工啊 晒出来都是两百万 你说他是研究所所长 又是最佳分析师 一年两三百万还不没有吗 他媳妇俩俩加到一起 一年四五百万 大概这个量级吧 绝对的是顶尖收入啊 这一下刑事责任呢 刑事责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有案底了 在金融涵液里面啊 尤其是国企 尤其是券山 什么银行 还有什么信托 这些金融机构 你一旦有案底 你是没有办法再去任职了 你像券山这个 他做到这个研究所所长 也算是高管 那么他的所有的东西 都要到证监会去备案的 换句话说就是券山啊 任命这个 一些比较重要的职务 职位的时候 都要到证监会备案 他的有证监会同意 有刑事责任的 有案底的 是没有办法在 这个行业再混了 除非啊 他自己出来搞私募 这个没人管 大好虔诚的 就毁掉了夫妻俩 所以这里我就想啊 他们为什么找别人 带做核酸呢 自己不能做吗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他跟大货车司机不一样吗 大货车司机人家是按天赚钱 就是一天都不能歇息 歇一天就少三千块钱 或者就少两天 或者就少一千 咱们可以理解什么 大货车司机 包括开小餐馆的 人家是按天赚钱的 少经营一天 他就少一天的钱 所以他们本能的 想规避这些疫情防控的措施 这个劝商对他来说隔离 对吧 即便你阳性隔离 又能怎么样 你该上班上上班上 对吧 你可以线上办公啊 你居家隔离 或者到隔离点就隔离 有什么影响呢 会议你可以视频会议啊 所以我就不理解 就这些人为什么要找人带做核酸 就是他有什么忌讳吗 他也不在乎隔离七天 他不可能因为说 感染阳性隔离七天 失望洪源证券 把他开除了 那是不可能的 关键你看啊 他找了那个一对情侣啊 也是失望洪源证券的 是他手下 他这个团队啊 相当于一网打尽 实际上啊 这个找人替做核酸呢 好像上海发生过好几起啊 通报过的 我印象里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再说上海做核酸 应该不会太复杂 不会太难呢 所以总体上啊 相比较这个大货车司机 相比较这个开餐馆的 这个券商这个研究员呢 上海的这个刘某宁 以及这个他媳妇 就不值得同情 虽然他可能也是这种 疫情防控政策的 这个受影响的吧 可能说受害者 但是相比较而言 他们就不值得同情 因为他毕竟给疫情防控 也带来了麻烦 他还阳性 他还到处出什么场所 这里面我再讲一个 就是一个是大货车司机 还有这个叫刘某宁的 这俩人 或许咱们要求太多啊 不一定对 但是在中国这个 目前这个情况下 在这种疫情防控情况下 你呀侥幸成了这个漏网之鱼 钻了某些空子 那你也得注意一下 既然大货车司机 你竟然偷着进了北京 你最好自己啊 在北京非必要不出门 我就自己隔离 到点儿 那么我开车走人 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呢 即便你是阳性 有可能啊 反正罪也要轻一点 包括这个刘某宁也一样 你虽然是别人给你带做核酸 但是呢 我感觉自己不大对劲 我也不跟人接触 我只是把我自己事情解决掉 他肯定找人带做核酸 肯定有别的原因吧 就是我自己管好自己 尽量不要造成这个重播 我就把我自己当做一个阳性患者 万一是阳性呢 我尽量不跟人接触 我因为迫不得已啊 没有办法采取了违法措施 偷着进了北京 或者是让别人替我做了核酸 那我接下来我自己 把我自己就当做个阳性患者来对待 在中国当下社会啊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只能这样 你看 现在的管理就是这样管理啊 反正你要没出事 没有造成后果 没人管 每天从检查站 漏进来的这个大货车司机 有多少啊 绝对不是这么猪某某一个人呢 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事发嘛 所以就没事嘛 那这个猪某某 他就应该对自己要求稍微严格一点 一旦他是阳性 上面追查起来 反正也没造成损失 就他一个人 没有一个密接 那这事不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或者是行政处罚 罚款 这个上海的啊 这个声望红元的刘某宁 其实一样 这个刑事处罚 某种程度上 也是跟他的危害的程度 结果像挂钩的 你比如说啊 西安市10月2号 也是发布了一个 谨情通报 内容是啊 9月29日 西安市燕塔区 袁某 男 46岁 被诊断为 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 警察 袁某 未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多次无故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 期间在防疫部门通过电话及短信告知 其补采核酸检测后 任拒捕遵守防疫规定进行补采 其行为造成一定严重后果 影响防疫工作开展 验塔分局依法对袁某处以行政拘留 10日 你看这个也是造成了后果 传播了 也是阳性 但是对他进行的就是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啊 他就没有案底啊 无故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 这人也够惨了 就那么巧 他就是阳性 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你造成后果了 所以他在罚你 抓你 你要是没有后果呢 可能就是可斗教育 所以说这些开餐馆呢 这些破车司机啊 等等就底层的 这刨石的 没有办法 既要生存 这边又是疫情防控 各种要求 层层加码 那你没有办法 只能变通啊 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啊 这个接群众去吧 你们四位 在疫情防控期间 今天下落 2020 9月23日下落 你们在家中去打麻将 经过没黑市 你们是一家人 在屋头打麻将 但是在疫情防控期间 也是一种不允许的行为 如果其他群众 看见你们打麻将 在那里吧 他们也会 消防你们的行为 而且疫情防控期间 本来居家隔离 居家的意思就是 不希望你们 都说 相互传染 这个疫情期间 希望你们因意味着 如果再次被社区发现 被群众拒绑 将会对你们 进行 法律的延程 按照法律相关规定 在你们进行乘处 在你们进行乘处 你们是不是收到 收到 那你们真不保证 保证 在有些时间 有些时间 来不大保证 不保证 不拒绝 不拒绝 最主要的是 不要拒绝 不要串练 那居家隔离 进行乘处的意思的时候 把你们的居家 都要去外出 如果你们是 自身哪个问题 你们会带给别人 如果别人有问题 会带给你们 希望你们 这次 只好 不会再出现 对此的行为 好吧 好 这次对你们提出 讯息 再下次吧 就没那么简单 没得下次 这个大家一看了 实际上这是 这是一家四口 他们是一家人 这个防疫人员也说了 一家四口 在家里打麻将 他被人举报了 你说谁去举报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人家在家里打麻将 警察上门顺戒 视频里 还看到一个警察 站在那 这个顺戒的警察 煞有介事的 最后还说 如果再次被社区发现 被群众举报 将会对你们 进行法律严惩 这个就让人 叫哭笑不得 啼笑皆非 为什么呢 我一家人 四个人在打麻将 我碍着谁了 打麻将是聚集 那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说不算聚集 那居家隔离 你挑容力 有没有规定 说每个人必须 单独吃饭 一家人都在自己房间 谁不能见面 但是人家家 房子小的呢 只有一个客厅 两个房间 怎么办呢 管天管地 管到人家里了 在家里打麻将四个人 你说碍着谁了 也违反了 疫情防控规定 不准聚集 但是你说广场上 几十万人 升国旗 那个怎么就允许了呢 怎么就不是聚集呢 在家里一起打麻将 叫聚集 所以有的时候 这政策荒唐 那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 看新闻联播 算不算聚集呢 一家人在一起学习党章 算不算聚集呢 打麻将算聚集 所以这个事情荒唐 还有荒唐的 咱们看下一个视频 这个新郎跟电视机结婚 结婚当天新娘 被封在酒店出不来 你看这个四姨 还介绍 今天的新娘非常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在电视里面 显得更漂亮 这疫情三年 总得有人结婚吧 总得有这个葬礼 等等 这些活动是必须的 但是呢 一边有人疫情防控 你也不知道 突然给你封控一下 上一次咱们也视频介绍了 一个太原的 还是石家庄的 一个新娘 在家里已经准备好了 都在车上等着了 等着新郎过来接他 结果新郎 被封在小区处来 这个新娘啊 这个送亲的队伍 一堆人在这个大马路上等着 你说这个造成了损失不说 给这个喜庆的气氛 也埋下了阴影 很多人婚礼都是提前 半年就开始筹备了 就开始日子就选好了 就订酒店 到时发情帖 那现在呢 你只能烧高香呢 只能求老天保佑 那天不要有疫情 一旦有疫情就完了 损失谁承担呢 只能自己承担呢 这个新郎 在四一代这个主持下 独自完成了婚礼 这个是线上线下 相融合 一半线上 一半线下 这个举行婚礼 什么拜堂啊 什么双方对拜啊 什么拜父母啊等等 反正都行 没有办法 实际上我看了一下 昨天啊这个全国本土阳性病例 还只有116例 其实也不多 目前比较严重的是河南 河南的开封啊 什么一个乳州吧 还其他一些地方比较严重 深夜的地方都是零星的散发 一例两例三例的这样 所以现在啊 十一期间啊冒险 出去旅游的 现在就是提心吊胆 你就希望当地啊 不要爆发疫情 现在很多地方啊 只要有一例阳性 就立马全程静默 静态观礼 简称一阳指 这是已经武林 世传多年的绝学啊 一阳指 有一例阳性 就停止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